它的整个味道 神经病 直接 我觉得是还好吧 有待加强哦 这个既有经验到我 不错不错不错 第一次用这个 大家好 我这里是豆瓶故事 豆瓶故事专业 美食评价 我们今天就来试吃 沙拉瓦的一大特色美食 沙拉瓦 沙拉瓦是其中一个 有被摆上国际舞台的沙拉瓦 很多按摩都非常喜欢沙拉瓦 好 现在我们又去第一家 第一家提示 它是古境人开的 然后它是在机场附近的 然后它的卤肉广达也是蛮出名的 这一晚的老板娘是讲 它是古境的拉瓦来的 然后香菜多 鸡肉多 蛋 多 虾也是蛮大吃的 我的百姨是这样子啊 今天没有办法 百姨多的是 这一个就拿来糟蹋了 我现在一口汤 没有加samba 还有酸鸡了 看起来 不错 香味不错 你喝下去的时候 它整个东西就是 比较很浓的 然后它的辣味 我觉得跟其他的辣 里的话 辣味程度可能乃在6 但是是大家都能够 減受的程度 现在来吃看看 就是这样的 它加了那个samba 还有加那个酸鸡过吗 它的酸味带完出来 它的整个味道 amazing 直接 真的加了过它 它的整个椰浆味道 也是带完出来 oh amazing 老板送这个来 小鸡的最爱 Aise 感谢老板 但是我还蛮还是很真实的评价 OK 我觉得它的肉不错啊 肉脂不错 是新鲜的 可以 I assume 第二家提示 它出名的 是它的laksa里面有鱼滑 最好的话是11点前去 要不然的话 它的laksa可能就会玩了 这家的米粉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的外观上面 它的汤啦 讲真的 我觉得它的汤啦 这样子看啦 这还好吧 因为它就很水了 但是这家间它最大色色的 就是它的鱼滑 你看一片一片的 百美美在上面 所以其实我很好奇 到底水水的汤 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 来我们现在就试吃 原味 原味的汤 吸起来不错哦 它里面放的spice 味道更重一点 椰浆味偏重一点点 但是味道不错 还没有到那种amazing的程度 我不懂为什么 吃下去它很爽 味道是非常够的 是很爽 单单的喝汤还好 但是跟面一起吃 很不错诶 这个就有经验到我 不错 不错 这个汤的好处就是 汤有点浓 所以你可以喝很多汤 然后你不会觉得 很重 真的是一定要配它的米粉 而且味道完全 口感 不一样 鱼滑 有弹性 季度不错 很好 这个8块钱 然后再加上那些鱼和虾 不错 是值得的 不错啦 它虾有弹性 第三家提示 它从以前是开小档子的 然后到现在开了自己的家店 它的拉萨是从古今那边来了 它算是在美里里面最出名的古今拉萨 这家拉萨店呢 是算是美里最出名的一间 如果你是美里人 然后你不懂 有这家店的存在的话 嗯 可能 你需要检讨一下哦 这家店的名字呢 叫做63 Do you know why it is called 63 因为 辣 沙 哇 然后我们先试试喝一下 它的喵喵的汤 哇 这个超浓的 然后它的辣味呢 是 我们so far 最不辣的一个 味道非常的够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有加蒜机 还有蒜饱的 by the way 小片刚才就讲了它的technic 背面的汤匙 ok 你就开始挤 蒜机 不会跑出来 欸不 蒜 跑出来了 fail 小片fail 好来试看一下 有加蒜饱的 它像讲它有浓郁度它还是有在 但是它味道它有更多的层次 多一点的 一个酸味 试试一下它的虾 到底新不新鲜 可以啦 它虾还在 acceptable level 里面 没有第二夹的新鲜 第四家提示 它是我们videographer强力推荐的 一家辣沙店 然后它是在住宅区里面的 它的汤你看是浓郁还是不浓郁咧 来我吃吃看喝一下 它的汤底完全不一样 不好意思味道没有这样重 但是还有它自己比较独特的一种味道 还有椰浆味道 哇我觉得 它最 这个真的是可以 诶 如果没有来跟全部比起来的话 真的是 非常的 well balanced 诶这个真的是可以要当那是汤的咯 第一个technic 它讲你要这样子touch住它 然后你挤 总直接不会出来 OK 确实是 确实是better than 小片的 来我再找一下 它的酸鸡还有酸巴酱 yeah 搅一搅 它的面 它的面是薄的咯 它配是味道弄到它有夹的味道 跟中 然后还有带一点酸味 但是我自己本身它 我是peeper 不要夹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面它还是输给第二夹的 但是它的汤非常好 嗯 不错 嗯 不错 可以可以 第五家提示 它一碗卖19块钱 它主打是海鲜辣沙 然后它的位置是在飞机场那一带的 刚开不久罢了 你看它的汤 特别的红 哇 有点像gari 这样子 但是呢 是比较偏水的 然后呢 它的视觉上面它 只有omega kick水 因为这个叫做海鲜辣沙 就有虾 有muscle 还有这个 它的面是粗面 来试看喝一下 没有加其他配料的汤 啊 吸起来就有点 感觉上有点辣了 它海鲜味道呢 比较重一点 它就有那种比较海鲜的那种腥味 它辣沙的味道不重 比较像gari的味道 快到每个人的sample都不一样 有些是水的 加了酸汁过后 它的汤的味道会是怎样的呢 嗯 一定要加 喝起来它就比较爽一点 比较顺口 来我们试看吃一下 吃了它的面购 它辣沙味道有出来 然后不一辣 我觉得是 还好吧 有待加强哦 它的汤底的味道可能就比较油一点 OK咯 没有讲到 很好吃也没有讲不好吃 它的主特点应该就是它的海鲜 来我最开始吃它的海鲜 是呀 它的蝎有待加强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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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它的清好我觉得OK 但是味道方面呢 就比较普通一点 汤底的话啦 就没有什么主特点 它价钱 19块 你们来决定啦 好我们下来公布一下成绩 从第一名到第五名 第一名是第四家 第二名是由第一家我们去吃的 第三名和第四名之间呢 就比较难去决定 所以这两间 所以是 63cafe 然后另外一家是冠星 第五名是那家在飞机场那一边的 海鲜辣沙 这个影片哦就到此处 如果你想要看我们影片的话 当时点点赞 我们点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才收到 可以看到最终我们的IG advbstory 如果你在倍速看到我们这个影片的话 就轻轻过去 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 按下订阅按钮 然后在里面看 我们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